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是担心会有更多人被感染 因为主办方一直都在故意隐瞒 当天参加比赛的其中一名伽利向记者讲述道 我本来是不想参加的 因为疫情太严重了 所以我也提前跟主办方说不参加了 并且愿意按合同赔偿5000泰铢 约1000元人民币 但是对方最后却强迫我们如果不参加 必须要支付每约金6万泰铢 我们都没有钱交 所以只能不情愿的参加了 目前我和男朋友都已经确诊了 我很肯定是从这场比赛传染的 因为在比赛彩排的时候 主办方就已经命令我们不能戴口罩 就连化妆师等其他工作人员都没有戴口罩 排练的时候 我已经发现有一个选手不停在咳嗽 我知道他也不想来参加的 但是为了不用支付违约金 只能硬着头皮来了 现在我们已经有这么多人确诊了 主办方完全没有出面承担责任 并且还故意隐瞒 而他们之前是承诺过 如果谁因为参加比赛而感染了新冠肺炎 他们会负责到底 但现在事情发生后 他们只是说 让我们听从国家的安排去治疗 完全是爽无赖的态度 据了解 上述选美比赛的主持人 是泰国知名主持人Nowat 他究竟是不是主办方的老板之一 目前还不得而知 只知道他也是该比赛的制作人 当天在比赛现场也没有戴口罩 最后 他于7月3日被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 目前还在医院里接受隔离治疗 并且病情不轻 近日 Nowat又发布了自己西洋的图片 并发文称 自己无法说话 治疗的情况不太好 肺部发生了一些感染 正在改变治疗计划 同时 谢谢网友们的加油打气 鼓励大家好好度过这次危机 说到Nowat 他之前就已经多次登上过新闻头条 原因是在电视上公开质疑泰国政府的无能和科兴疫苗的质量 他还强调说 我已经多次强调 过打科兴疫苗 因为我的生命有价值 能走到今天很不容易 所以 我得自己来选择更好的疫苗 国家没有权力逼着人民接种疫苗 连世界卫生组织都没有这个权力